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終於在香港時間今天凌晨 在白宮記者會上宣布了一系列 針對香港的制裁措施 而在這接近十分鐘的演講裡 更深層次的意義就是在於 特朗普決定要全面檢討對華政策 而且他還力數中國歷年以來所干犯的罪狀 明顯是標誌著中美新冷戰正式揭幕 在這個演講中特朗普猛數 他批評美中之間的貿易 令到美國每年損失幾千億美元 尤其在奧巴馬執政期間 這個情況不斷加劇 他還批評說中國是竊取了美國的知識產權 並且違反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 而且中國往往掃諸自己是發展中國家 正在佔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便宜 但話風一轉 特朗普就說 從來沒有將這個責任歸咎於中國身上 因為能夠導致今時今日這個模樣 無非就是因為過去的政客縱容 更加準確來說 就是因為過去美國的總統導致 他就說 跟之前的總統不同 本屆政府進行了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 為了正確的事而進行鬥爭 特朗普的這番演講 就流露出一種非常不客氣的態度 掃辭是極度強硬 明顯地 他就是要推翻過去幾屆美國政府 對華政策之軟弱 現在他就說要拿回正來做 因為他自己都說明 中國政府出現今時今日這些問題 不單止是他本身是有問題 而是過去幾屆美國政府是有份加劇 是因為他們沒有及時採取一些措施來糾正 故事現在就由他出來撥亂反正 第二個重點就是什麼 就是宣布要跟世衛組織徹底割蓆 不再資助世衛組織 他繼續批評說中國政府是隱瞞真相 最終導致這個疫情演變成為全球大流行 而且他就斥責中國官員向世衛組織施加壓力 並且要求世衛組織誤導全世界 為何美國要退出世衛組織呢? 特朗普就解釋 因為美國已經要求世衛組織必須進行改革 並且要跟美國政府直接進行對話 但世衛組織拒絕採取相關行動 現在特朗普就決定 將原來要資助世衛組織的資金 重新分配給其他組織 應付全球迫切的公共衛生需求 這就是非常清楚的解釋 叫你改革你也不去做 與其一路給錢幫到鹹水海 不如山水喉算數 實際上美國也不是第一次退出聯合國核下的組織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大驚小怪 早幾年美國已經退出聯合國的教科民組織 現在索性退出世衛組織 沒什麼大不了 省了不少錢 年費有4億5千萬美元 當然美國說要退出當然不交年費 這塊錢就由其他一百九三個成員來攤分 反正譚德塞總幹事和中國這麼熟 你不就嘗試叫中國噴掉它 但是退出世衛組織 其實在美國國內都會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例如在美國的醫學界 反彈是非常強烈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三件事就是要加強禁止間諜活動 特朗普批評中國政府一直在進行間諜活動 去竊取美國的機密 故此他說要更好保護美國的大學研究 決定禁止某些來自中國公民入境美國 並且將這些人視為潛在的安全風險 其實昨天美國國務院都已經宣布了 要將接近三千名有軍方背景的中國留學生 是將他們隔離和踢走的 其實就是與特朗普今天宣布的措施是相乎相成的 《環球時報》在今早清晨時分出的那篇社論 對這位留學生的問題都是有回應的 他們就說中美關係變租 已經削弱中國家庭送了孩子去美國留學的醫院 如果美國將有吸引力的學校和專業 向中国学生关闭的话 就会大大降低中国社会对赴美留学含金量的评估 这样下去将会有大量的孩子放弃赴美留学的计划 美国就将那些好的专业 就是好的学科全部收拾 差的专业就躺开来 多收中国的学生 这样如与红掌兼得的局面是白日做梦 大陆政府就认为 如果美国只开了那些文史节科目给中国留学生去读的话 他就索性一拍两散不读 读完之后能不能够看到美国什么的机密呢 能不能够规避得到美国的高科技呢 如果不行的话他就索性不去 打退堂股了 免得给外汇 免得给学费你赚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美国说不让你去哪有错 大学学科都有分好和差的吗 就是这样讨论 好和差的分别就是在于 当你花了那些钱之后能不能够拿到什么走 第四个重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审视一下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实际这件事之前都已经说过了 也不是新鲜的 而在今次演讲当中 也没有提及到一些具体的措施出来 当然大家都估计 这些措施可能就会留在第二波第三波甚至乎更厚的阶段才会拿出来用 就不会一铺过全部浪漫 起码就要看看到底中国在这段时间的反应会是怎样的 到时再去决定用与不用 或者是怎样用 因为这一招一旦用的话就会演变成为中美金融战 是不能回头了 当然环时今早的社评仍然是非常厉害的 他们就说 加强对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监管 已经说了很久了 特朗普总统只是拿出来充数 以此是增加美国社会对他的制裁措施 既有规模又有力量的印象 现在这一刻不用 不代表永世也不用 第五个重点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关乎我们香港 特朗普就宣布香港已经是一国一制了 就不再是一国两制了 到底有什么具体制裁措施呢 第一就是会影响到美国和香港达成的所有协议 包括从引渡条约去到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管制等等 第二取消香港的关税和旅游特殊待遇 第三采取必要措施 制裁直接或间接参与削弱香港自治的中国和香港官员 这些措施特朗普就说是会强而有力的 其实这一系列的措施在不少人的心目中 都已经是预计之内 而且特朗普在这个演词当中 就没有很具体地说到 究竟什么时候是会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或者是会具体制裁哪些官员 但很明显他说得出口 就一定是势在必行 而且在这个演词当中 他更加提及97年7月1日的警方 这一段内容 很明显他的意义就是在于向香港人发出一个信息 美国口口声声说 和香港人同行Stand with Hong Kong 是真实的 而不是空口讲白话的 到底这一段是怎么说的呢 他就说二十多年前在1997年的一个雨夜当中 英军降下了旗次 中国的军人就在香港升了中国国旗 香港人就同时围住 中国的遗产 以及就是香港人独特的身份 而感到自豪 香港人曾经盼望 在未来这几十年当中 中国是会越来越似 光彩照人和充满活力的城市 世界其他地方是曾经感到兴奋 乐观地以为 香港会是中国未来的略映 而不是香港会成为了中国过去的倒影 其实这一段的演词就写得非常漂亮 就是用了一个象征的手法 容情入境 因为他都明知道 华人就很喜欢将自身的感情 投射到一些意象身上 比如说97年7月1号那晚 突然之间落起这个倾盘大雨 当年有不少香港人 就将自身的无奈和悲壮的心情 投射到这个自然现象当中 因为人就是有情的 所以也认为天也是有情的 实际天是不是有情呢? 很难说 可能就是有也不一定的 因为在这么多年的历史当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 天象有时往往就是为人间带来某些信息 比如说特朗普总统开完这个记者会以后 香港又落起了倾盘大雨 到底这个纯粹 这么巧落大雨 或者是一些天象的启示 真是见仁见智 还是继续死撑 他们在社评里怎么说呢? 就说中国最好了最坏的准备 美国想往前折腾多远 中方都将会坦然奉陪 按照特朗普总统宣布的计划折腾下去 华盛顿很快就会 站到香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对立面 美国就会将香港社会和内地社会等同对待 使得两地的公众进一步团结起来 同仇敌盖 美国将会彻底失去在香港社会享有的信任和好感 后者对他的态度必将改写 实情真是死撑 这些完全就像是活在平行时空当中写的 香港人会不会因为美国作出这些制裁措施 而恨了美国 跟着跟大陆站在一起呢? 整件事的源头就是在于大陆要搞港版国安法 而美国就作出回应 到底为什么会恨了美国这些回应措施呢? 真是相当奇怪 难以理解 到底为什么大陆会有这种思维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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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